大家好,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一个早上 9点钟左右时间 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3410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昨天说到比特币突破这个阻力之后 它要继续进行向上冲刺 这一波的一个阻力 继续去冲刺上方的一个阻力 那么接下来比特币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一个走势 去判断 去寻找一些做单子 一个机会 去寻找 那么之前这个目标价格 它是在这个位置 它是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价格的 它是一路的进行反弹 刚好是达到目标价格附近 突破到目标价格36600 刚刚好是突破到目标价格 所以这一波的话 完美的是能够有效的去击穿 这样的一个位置的 击穿这样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 它的一个思路 也是沿着我们的一个思路进行走 那么它这个位置受阻之后 快速进行一步的一个回调 那么它现在是在一个34000度美金的位置 它击穿了一个盛行的一个轨道 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比特币 那么它击穿这个位置之后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开空的机会 是不是 不是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有一个开空的机会 在一个35200美金多水平 它是有一个开空机会 1000美金的一个波动 那目前的话 它在这个位置有个支撑 在一个33700美金有一个支撑 如果跌穿这个支撑的话 还要静需进行回调 那目前的话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支撑的 也有一个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33700美金多水平 那目前的话 它突破了这样的一个阻力以后 那么它还有一个盛行 一个我相信它还会继续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去试探去击穿这样的位置 击穿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我们就有一个机会 一个拉盘的机会 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拉盘的机会 一直盛行到一个 35000美金多水平 去盛行到去试探这个35000美金的一个高度 那么它还要继续一波的一个反弹 不要看它现在回调了 其实它跌穿这个位置 已经到达目标价格这一段了下来 它已经到达这个目标价格 在这个位置引起一个支撑 那么接下来这一步 可能它会进行一波的一个反抽 一波的一个反抽 形成一波反抽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有一些有意思的一个操作了 我们如果把所有的一个指标去掉 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支撑 我们可以看到了 两点形成一线 但是的话 现在的话 目前的话 它积传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可能对我们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一个走势 有很大的一个事物上面的改变 事物上面的改变 事物上面的改变 那么积传 它之前它是积穿了这样一个位置 积穿了这个位置 它又继续进行一个回调 那么这一段的话 这一段回调 它是已经到达了一个制定的一个位置了 到达一个制定的一个回调的一个位置 我们去画出来 那么画上面这根的话 还是比较就接近 是返环这个真实的一个效果 这一波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是到这里刚刚好 去到达去试探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阻力的话 它已经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阻力 有一个支撑 如果它跌成这个位置 还要跌得更多 跌得更多 我去看一下它 如果再去跌的话 不好说 它还要到33,000美金 有一个支撑 这个33,000美金 还有一个支撑 就形成一个扇子 一个政府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一个政府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形成一个政府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震荡的一个区间 所以现在的话不好操作 那么从之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它是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它是已经 之前它冲破了我们的位置 不对 冲破了我们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轨道 之后就一路的进行向上 进行一波的一个冲刺 冲刺 之前它是跌穿了我们的一个位置 之前它这个位置冲破了我们的阻力之后 快速进行一个一波的一个反弹 反弹 那目前的话它又形成了新的一个轨道 之前它是在位置冲破了以后 就快速进行一个向上涨 涨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也是目标价格 大家都是可以测试的 这样的出来 对不对 目标价格啊 确实是它的目标价格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价格 精准的一个啊 达到了这个目标价格 还差一点点啊 达到一个37600美金不进啊 它每到那个位置就已经被打出来 在一个四个小时 不能带着一个上滚的位置 被击穿啊 被击穿之后啊 进行一个下跌啊 那么下方的一个支撑是有一个 在一个33000美金有一个支撑啊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 所以说接下来啊 它就有可能会去试探一个33000美金的一个高度啊 那么如果试探这个位置 还有机会进行操作嘛啊 你可以看到四个小时级别 它之前的一个啊 它是这个位置有很大的一个阻力啊 这个位置 那么它这个预计它这个位置如果继续 像现在的话 它这个位置是影响了一个 比较强劲的一个啊 反正我看上方的一个支撑还是比较强劲 在一个33000附近还是比较强劲的一个支撑啊 是有能力能够支撑得住的 在一个33000美金啊 然后再进行反弹啊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现在下跌的话就不要理它了啊 不要理它 如果你做空利用也空啊 利用不太大啊 不太大 去寻找一些机会反正啊 现在啊 在这些位置可以埋伏一些多头啊 在一个三万两千多美金到一个三万三千五百美金附近啊 都可以埋伏一些多头啊多头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并没有去击穿一个盛行的轨道 在一个位置就被打压上来了啊 说明上方的一个2300美金的一个主力还是很强劲啊 目前的话出现一步回调啊 看它继续后市怎么走啊 我们去 既然四个小时级别看出来它还是下跌了 那我们从一个小时级别去看一下啊 这个以太坊有什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话 它是之前它是在这个位置啊 它上行的轨道是非常的一个猛啊 很猛 这一波的一个思路啊 三点几条一线啊 它这个位置太陡峭了 它这个一下子就到达了一个啊 接近90度的一个上涨啊 上涨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 它的回调啊 它是必然啊 必然啊 这个位置太陡峭了 接近于90度了 所以说这一波的回调啊 它是个必然 我们到下涨看一下 它为什么 在这个位置上行之后 它跌了那么多啊 我们去看一下啊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啊 很强劲的一个啊 一个下跌的一个通道啊 去打开了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啊 那么这一波啊 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把它摆上啊 这个能量 能量要多大啊 其实它已经失守了这样的位置 失守这样的位置 它应该是在一个2130美金附近 才是正确的 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它还要回到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在这样的位置啊 2130美金附近进行震荡啊 去继续的去走一波航盘啊 去看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啊 去看一波比特币的一个走势啊 去看一波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4个小时级别的话 仍然是一个啊 没有没有打通一个啊 没走出一个很稳的一个行情 还没有走出来 还是没有走出一个下跌的趋势啊 当中啊 还差一点点碰到了 但是并没有去啊 去走出我们的一个行情啊 走出来 那目前还是一个下降通道啊 等它继续震荡吧 反正会在这个2130美金 甚至还会回调一点啊 反正它也在震荡区间呢 我们就保持一个客制的一个态度去观望它啊 其他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啊 好今天内容先说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